台湾画画协会长期推动艺术疗愈跟创作 来帮助身心障碍者跟社会来建立沟通的管道 而这一天在一些善心团体的支持下 举办了一场画作工艺排卖会 有数十幅的画作 有的是学院的创作 有的是些善心代表的捐赠 一卖所得三十多万 全数回馈给台湾画画协会 继续的来支持工艺 现场画作一字排开 有水彩水墨和油画等各种不同媒材 这些都是这次捐赠拍卖的画作 支持台湾画协会公益行动 台中市一些社团 这天特别合办一场画作工艺拍卖会 透过艺术创作的疗艺 他们就会很沉浸下来 甚至一两个钟头他们都能够再画画 有社会人士 进到协会 跟这些小孩子一起融合在一起 帮助一些社会 我希望说我捐这个画作 是能够让 就是说 进一点小小的心意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 可是我有满满的爱在这个里面 那这幅画的名字叫做 如初种植心间呢 其实它就是我希望借我这幅画 它的辽阔的一个画作来呈现 对于大地的悲免之情 主办单位表示 台湾画会协会长期推动艺术療育创作 帮助身心障碍者与社会沟通 现场画作有些是学员创作 有些是善心艺术家和团体代表捐赠 虽然创作主题各有不同 但遇寒的心意都是要帮助台湾画会协会 回馈公益 那我也很希望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 守心向下的一个人 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定更和谐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人生 这就是我画画的这个的宗旨 希望这样把这个公益向下扎根 那也让更多的团体看到 可以为弱势团体付出的这一块 那所义卖所得呢 能够让我们的协会 孩子的能够参与艺术 也可以变成艺术 达到一个艺术平权的目的 树石建的画作最后完成义卖 30多万的所得也将全数捐赠给台湾画会协会 让他们在艺术治疗上继续努力 而活动中也安排不少音乐演出活动 让音乐和色彩的力量 成为推动社会公益的推手 记者李靖阳台中采访报道